講到空氣清淨機 你想得到的是不是就中國那幾個牌子繞繞繞啊 那到底要怎麼選濾網型空氣清淨機呢? 很簡單就兩點 Pepper濾網很重要 比H13等級小的不要買 CADR值高低不是絕對 要的是符合頻速需求 今天就藉著這台三充Qube 找到最適合你的空氣清淨機 其實這算是系列第二集了 進氣濾網型空氣清淨機選購者來影片 這就開始吧 所有進氣濾網型的空氣清淨機 都會有風扇跟濾網 簡單來說就是讓髒空氣進去濾網後 再把乾淨空氣放出來 這樣不斷循環整個空間就會空氣清淨啦 那濾網要分成很多種囉 以今天的主角三充Qube為例 有水洗濾網 活性碳粒子除臭濾網 跟超進化濾網三層 最外面這層可以水洗所以不算耗材 晾乾就能繼續用 中間這層黑黑的就是活性碳 不能水洗髒了就壞算是耗材 最裡面這層就是大家都知道的HIPER濾網 什麼掃地機器人吸塵器幾乎都有一片 那重點來了 買空氣清淨機就是要選H13等級以上 才能達到99.97%的過濾標準 最後就是進氣濾網型空氣機都會看到的風扇 說穿了各個機型其實就差在濾網組成跟耗材而已哦 那買清淨機之前一定要先知道你家的頻速 不然在小房間用大風量 說實話就是浪費錢 大頻速買小風量的又一點效率都沒有 那跟頻速有關的數值就一定要看 捷徑空氣輸出率CADR 這個東西通常會有台規CMH跟美規CFM兩種單位 不過台灣標示的試用頻速都亂標啦 最好還是自己算比較好 一般家庭套房大概都5-9頻 我們直接列出這幾個數字 照這標準去找清淨機頻速絕對剛剛好 詳細的換算方式我們就整理在 Sansom Cube 空氣清淨機的開箱文章裡面 今天的重點 進氣濾網型空氣清淨機 顧名思義 有進氣就有風扇 有風扇就有噪音啦 這個噪音只會隨風量大小不一樣而有變動 開到最強的話 最大分貝建議要比65分貝小 不然你乾脆放一台轟炸機再加就好啦 更大聲更轟動對不對 所以找一台進氣濾網型空氣清淨機 重點很簡單 首先搞清楚你家頻速 然後算算看CADR值夠不夠力 最後選最大風量噪音低於65分貝 太吵的你自己也待不住啦 上面說的都只是身為進氣濾網型空氣機該有的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Level Up 就絕對要考慮接下來講的加分項 像這台Samsung Cube 就有無風模式來過濾髒空氣 不過老實說 其實就是放在那裡讓髒空氣自己流動囉 效率低一點 但換來噪音少一點 拍整頁都不是問題啊 市面上大家幾乎都有偵測顆粒物和有害氣體的機制 Samsung Cube 除了可以偵測顆粒濃度 更可以偵測污染氣體 如果你家廚房跟客廳是沒有隔開的 那就派得上用場了 大大小小奇形怪狀的空氣清晶機你都看過了 但這種可以組合的就沒看過了吧 一台14頻再疊一台直接變到28頻 不過最多就兩台不能再多了 有出手機的廠牌幾乎都會把家電智慧化 有網路功能都好辦 Samsung SmartThings就整個合在一起了 PM10、PM2.5和氣體的空氣品質 遙控開關、風量調整 排成定時確認耗材使用時間和自我檢查 嘿,App就可以搞定 不過Samsung Cube只支援2.4GHz Wi-Fi而已啦 IoT的好處很簡單 就是自動化 定位住家後打開智慧返家提醒 Cube就會在你快到家的時候自動打開啰 光觸媒、負離子、紫外線這種天道爛的殺菌功能真的有用嗎 導致說Heber濾網已經可以過濾掉細菌和黴菌 Samsung Cube沒有這類的殺菌功能 我個人也把它定位在一個加分效果 有的可以更心安 沒有也至少可以用Heber濾網擋住了 Samsung Cube有兩個顏色 這台光絲銀就是髮絲紋金屬 重量比較重,價格也比較高 建議售價台幣22900,有一年保固 整體看起來就是方方正正的 後方是進氣孔,濾網都放在這裡面 電源孔也是從後方下面插入 前面的左右跟上側是出風口 正前方則是LED面板 可以從不同的顏色看到各種空氣品質 頂部是最多再加一台的模組連接器 疊起來也不用額外供電 側邊是可以偵測氣體的兩個感測器 整體外觀看起來就像那台小冰箱了 一打開電源,前面板會伸出來 讓出風口加大露出 前面一排是觸控按鈕 最左邊電源鍵 接著是可以控制四段風量的調節鍵 無風模式按鈕磨3秒切換成睡眠模式 然後是鎖定模式按鈕 最後是濾網更換指示燈和重設鍵 再次強調Heper濾網很重要 比H13等級小的不要買 CADR值高低不是絕對 但要符合品數需求 一般濾網型空氣機要換的耗材 就是Heper跟活性炭兩片 而Samsung Cube是整組賣台幣290元 大概半年到一年要換一次 初級濾網也至少一個月洗兩次 如果說耗材濾網有副廠 可以省錢還會更加分啊 好啦 以上就是選購濾網型空氣氣氫機的方法 如果你對上次講的負離子型很勇敢 靜忌濾網型空氣氣氫機 絕對會滿足你的需求 搭上擴充或物聯網功能 一起Double Kill 掌控器法 下一集就會是靜電儲存型的戰場 敬請期待 這裡是科技狗水滴豆 我是Eason Bye Bye 既然就是